這個房子都是這種小小的超可愛的 這邊繞過來一整條就是 京廷大道 本來是百年藝時的咖啡廳 我們今天是Vlog最後一天 然後我們現在在中央車站 我們要前往奧地利維也納勒 準備去買個飲料要搭火車了 我們的車 我們坐的車廂是頭等艙 位置蠻大的 這邊有一個客服師 但是沒有人 這邊有一個餐廳可以點餐 超酷的 吃完飯之後就要準備去Check-in囉 我們煮的義大利麵燉飯 然後這是我的飲料 我的是酒嗎 很軟 很軟 它的麵好軟 很軟 我們在維也納住的地方 阿滴娜 它不是飯店 它比較像是公寓 走走走 見到了我們的飯店了 跟韓國的構造很像耶 你看也有這個 這應該是烤箱吧 好讚喔這裡 這邊好棒 我覺得比我們在傑克住的飯店 沒辦法比耶 這邊好棒 而且很就是很亮 我喜歡飯店很亮 要化妝什麼的 這邊好讚喔 喜歡 我們從飯店走出來之後 觀光的其實都在附近 然後剛剛這樣走覺得 這邊很像大安森林公園耶 這像那個 要坐電梯下去的那邊 我們剛剛 沒買票 然後就可以直接走進來這裡了 但是這邊地鐵耶 還算蠻高級的耶 你看這邊有鎮的鵝 現在有一隻在這邊跟人類交談中 好可愛的店喔 好可愛的店喔 小店 這個房子都是這種小小的 超可愛的 這是這裡的品牌嗎 是泡水 謝謝 我們來吃吃看 觀光景點的餐廳好不好吃 可以立刻看到風景的地方 現在太陽出來了 超熱的 這邊是維也納中央車站 非常多像這樣子的 可以帶走的餐廳 然後這一間聽說是 蠻有名的 就是它的水魚排很有名 然後我們剛剛是買這個 泰式的料理 東央骨湯 然後跟一個泰式炒飯 總共是16.1歐 然後打算明天早上 再來吃吃看這個水魚排 這邊有很多位置可以坐著吃 算是規劃的蠻好的一個車站 好看 Vienna的地鐵 從地鐵站U1縣 在Stefan Plus下車一出來就是這個 Vienna一定要來的教堂 叫做聖斯德旺主教座堂 這個就是很傳統的 巴洛克哥德士尖尖的屋頂 不知道可不可以進去 我們就去看看吧 這邊應該就是 維也納的主街吧 超熱鬧 一整條路邊都有餐廳 然後沿著這邊一直走 前面那個應該就是黑死病的紀念柱 這個就是黑死病的紀念柱 然後是紀念當初罹難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就是這邊就有很多 譬如說天使阿 就是在攻擊病毒嗎 然後上面也有很多 類似貴族在上面金色的 然後這個是阿澤 在直拍 然後繞過來之後 這邊是維也納聖伯多路教堂 現在是7點54分 其實兩邊的店都關了 我猜兩邊的店只開到6點而已 但就是餐廳有開也可以在這裡做做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去這教堂嗎 今天有音樂會所以進不去 然後愛馬仕 LV都在這邊 這邊繞過來一整條就是 精品大道 超壯觀 這裡面好像是展一些銀器 觀光客必來的景點 就是這一間 中央哈費廳 現在大概8點 但是門口看起來是在排隊唷 維也納的中央咖啡廳 是一間百年的咖啡廳 大家其實應該有稍微研究過 就有聽說這裡本來是銀行啊 證券交易所 後來就是改建成咖啡廳這樣子 雖然剛剛看起來門口等很微 但其實蠻快的就進去了 這邊除了點心之外 也有賣餐點 但我們剛剛有稍微吃的東西 應該只會吃點心吧 嗯 這邊是百年益時的咖啡廳 然後這條是詩人愛斷國的 哇哇 人真的超多 這個是我看的社團裡面 有人分享出這邊的三明治很好吃 來吃吃看吧 他說他裡面有加的醬跟起司很好吃 吃吃看 嗯 超好吃的 好吃 嗯 這個12歐耶 400塊台幣 吃這裡的氣氛的啊 欸乾杯 Let me try 我吃吃吃看 吃吃看 超好吃的 它有都是綠色的醬 蘿勒醬 醬好鹹喔 滿好吃的 可能就是醬很特別吧 因為是羅勒的價格 我覺得這個氣泡白酒還比較好喝 好喝 這邊是英雄廣場 然後後面是霍夫堡 我們明天應該會來然後進去看 前面這棟是維也納博物館 這邊整個幾乎都連在一起 可以直接安排一起逛的好了 維也納議會 我們現在在市廳前面有活動 超級多人 然後呢 這邊 大家不都在聽音樂嗎 後面這裡立刻是Hot Place 是完全都是在喝酒的地方 哇 超多人 都是人 哇 都是各樣的酒 乾杯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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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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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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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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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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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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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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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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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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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個叉叉醬 比起其他我們吃過的肋排 我覺得它比較乾 比較沒有那麼油油的 肉就是很紮實那樣子 我覺得比較像肉乾跟肉的中間 但蠻好吃的 而且醬三個都好吃 吃飽了 風景超讚 這間餐廳真的蠻推薦的 我們今天沒有定位直接進來 所以這邊窗邊的已經都定位定滿了 但還是有位子 建議大家可以 如果沒定位可以五點以前來 這邊真的 很棒 很棒 好了我們要退房了 這是我們這次住的飯店 我覺得很OK 而且換天在這 火車站在這 走路只要30秒 非常方便 讚 快點 快點